有不少族人也在种柠檬 而前两年的冬天 柠檬冬天的价格 还有就是一公斤 新台币20多元到30多元 而今年冬天跌到一公斤14元 有许多农民是预库五类 而农粮署表示 已经启动了收购加工 还有行销措施 来辅导农民团体 以每公斤13元以上 收购合格果瓶榨汁加工 而且透过多元行销通路 推广鲜果销售 来有效稳定产地价格 而在台湾的柠檬灾 重面积大概是2100公顷 那么近期气候寒冷 柠檬需求下降 加上栽培面积逐年增加 也造成价格下跌 而农粮署辅导收购加工 预期可以增收150公顿 来进行榨汁 来解决柠檬供过于求的状况